受伤的第一场比赛是男子65公斤级的较量 首先出访的是来自日本的选手武和正继 这一名年轻的选手 曾获得日本最新一届空手道大赛的第三名 那么从我见到他的那一刻起 他的脸上就没有露出过笑容 他的眼神不和任何人对视 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 他眼中所透露的冰冷和无情 这将是一个可怕的选手 就是因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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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的比赛 有如欣赏一幅优美的公笔画一般 他在武林峰打过很多次比赛 他就是来自江都的 周建坤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看到的是第一场比赛 男子65公斤级的绝顶较量比赛 现在开始 第三届武林峰环球前方争霸赛的第一场比赛 大家看到了 现在厂才向日方选手五合正继出示了一个黄牌 这是因为在赛前称体重的时候 五合正继的体重超出规定一公斤 所以扣一分 这是厂才在询问三个变才做好准备没有 第一局比赛开始 同方来自中国江苏的周杰宽 男方是日本的五合正继 是一个前手拳 我们看到 这都是第一局比赛当中 双方采用的一种实战性的一种进攻 从这我们第一局已经可以看到 日本的国正继非常上场 这种拳马 漂亮后续 好的 而我们看到 看 这是一个后续的重心 但是必须新冬一方要到处角 他开始一五秒 周杰宽是先挨了一拳 然后紧接着一个反击 对 从这里可以看出 现在周杰宽要抓住机会 冲上去 不要给他喘息 周杰宽头部的防守非常严密 有强手拳打进去 这是我们看到 现在周杰宽的优势比较明显 但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要大意 我们今天这个比赛规则是武林峰和日本开发联合制定的 他是从每一局从十分往下扣 扣分 看 打到现在关注已经看出来了 现在红帮相手 来自中国江苏的周杰宽的全法表重 他的力量已经大于这个日本的五个政绩 但是身体重的时候武和政绩体重要大周杰宽一公斤 对 是66公斤 周杰宽是65公斤 但是这个周杰宽是降体重打 周杰宽这个比赛降了将近五公斤体重 是的 这是一种比赛节奏的控制 如果用我们武林峰规则的话 像刚才那种低片是有分数的 但是在我们今天这场比赛当中 他主要以重击KO对手为主 像刚才那个五合政绩被K到列台上之后 那么要得周杰宽是得两分 现在双方没有起高腿 这样的话前两集比赛 目前中国的周杰宽比分领先 在第三季比赛双方的体能都非常的好 好 现在两个人打开眼睛 距离感没控制好 但从这点我们看到日本的五合政绩 它的这个技术非常的全面 对 像这种高担动作 在我们这个武林峰列台当中 使用的并不是特别多这种技术 现在我正记得 他的前边腿要好于他的后边腿 而周建坤的后边腿 要好于他的前边腿 就是主要都靠 一个靠前腿得分 另外一个是靠后腿 双方在第三局体能动作下降 漂亮就是一个反击技术 刚才他采用的是一个吸法 在你几次鼻瞬间 我把你推翻在地 这是刚才可能是没有看清楚 这是碰到了鼻子 然后这个场在说 你不能用这个头顶 这是一种犯规行为 尽管不是有意的无意的 但也是一种犯规行为 就能用头上拳手 我们看到日本的国征 进得非常的顽强 啊 这是典型的周建坤是打的 就是打反击 一旦你攻击完退手的时候 我开始进攻 第三局已经倒计时 还剩最后的八秒 周建坤胜利赛望 现在场上裁判员 再将三个编才的评判记录 统一收取 然后交给裁判长 现在裁判长将进行 最后分数的确认 比赛的结果即将宣布 我们看 完全是用人工来进行的 评分的记录 这和我们以往的比赛呢 有所不同 我们平时比赛的时间是电子打分支 这样的话在直播的过程当中 会有最快的传输的速度 好 结果出来了 我们等待宣布的结果 好 结局 vite就用分子打分子 这四十二十六个问题 没有认识 这四十五个问题 好 结局 三十二十四个问题 三十二十个问题 一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七 一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五 三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五 中文字幕——YK